在内地公司合营方式供应自来水服务的中国水务 0855 正配合低碳政策 大力托展管道 值饮水替代平装水的业务 盈利前景乐观 有利估值进一步回升 集团主要包括供水板块 环保其他板块两大业务 目前业务覆盖超过了20省 3个值核市 和100多个原市 服务区的服务人口超过了3000万人 自来水供水为集团的核心主业 收入占比约为76% 集团2022年9月底子 3月年结 中期业绩 股东应占日利为9.70亿元 按年减少4.8% 若剔除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 按年轻微减少1.4% 美式上升及疫情反复引致业绩放缓 其内 管道直饮水运营及接博收入均取得显著增长 直饮水板块总额实现收益4.1亿元 按年激增69.9% 管理层表示 直饮水业务也是响应国家政策 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 管道直饮水是一个管道优质直接饮用水的简称 采现代技术过滤自来水深度处理 分制供水 优水优用 性价比优于桶装水 平装水及过滤器 集团管道直饮水已发展6年 并在2021年开始扩大直饮水范围 目前已经覆盖超过100多个原市 产品项目的数量已经超过4000个 项目服务约为400万人 在全国直饮水行业中领先 管理层并表示 集团管道直饮水业务已经具备了起跑优势 希望未来布局60个城市 3000万人口中广泛铺开 第一上海看好中国水务自来水供水量 双位数增长 以及直饮水业务的爆发式增长 估算未来三年 公司归母净利分别为19 4亿24.6亿29亿元 中国水务在内地与地方政府合资经营供水业务 并在港上市超过23年 主席兼大股东断传粮 持股28.86% 原在水利部工作 是在港设立总部的大营民企 也是内地三大上市公司水务龙头之一 目前市值110.5亿元 负债率65% 流动资金30多亿元 财务稳健 该股昨天收报6.78元 跌2.6% 现价预测市盈率6.01倍 息率5% 市涨率0.85倍 而中国正迈向全面现代化及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资源属优质资产 核心的供水公用股价值带有上升空间 可利用调整收集 上望目标8元水平 海洋附质 海洋附贴 西红